陶景兰65岁 丧偶无子女 住房面积79平 退休金2800元 我现在这人瞅着挺朴实的 不像你看那个电视的眼镜相亲 那一个一个都花了胡哨的 撤舞的 没看着今天成天旅游的 这能过日吗 这多少钱呢 可哪有的 可哪有晃的 那样的找我钱我都不要 我有过孩子 孩子有过 死了 哎呀是一幕一幕的 走在眼前晃 反正我要寂寞的时候 我就想这件事 咱的命怎么这样 快就说命不好 谁还可以说就是命不好 十八九岁时候就没有父母了 在哥跟前不行 哥姓嫂子不行 这个你谁都能理解 那只有自己找的相 自己给自己找出路 我命不好吧 找两个让务 两个让务都不行 第一个让务他不行 那可哪儿骗你 不行 生活做朋友有问题 不行根本就不行 我有个朋友里的压力 他就拿这儿 我实在是过不了了 拉到了 我第二个丈夫对我可好了 他虽然那时候开的少 那时候九几年时候 他们单位工人 他开35块钱 完了他还有机会 他不有孩子吗 他家孩子和他原先前期 借的那个工会借的钱 两千多块钱 一月开35块钱 你知道我们扣多少年 才能扣完这35 就这个两千多块钱 哎呀 差不多得有15年吧 那你都认可嫁给他啊 人好啊 人对我好啊 那真对你真好啊 怎么个对你好跟我说说 哎呀妈呀 你那些晚上是 我也饿呀 年轻孩子 晚上半夜起来 我省头头什么都有 随手就那么喝才吃 可是他只饿了 他今天走了四年了 自从那个孩子没了以后 好阿姨这一辈子 就没再怀上过孩子 好在嫁给第二人丈夫后 丈夫对他的百般体贴 让他心里暂时弥补了这份遗憾 可是老天爷就像见不得他过好日子似的 四年前丈夫突然因病去世了 好阿姨感觉啊 这个世界上又剩下他一个人了 哎呀不是寂寞吗 过年过节就是寂寞 万一要是有感冒发烧 那个有人给你拿个药 拿个水 没有别的心 没有别的想法我 我人我像我人 也能不能像我 好阿姨觉得孔熟的各方面啊 都挺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的 孔熟的择偶要求就跟他的人一样 简单朴实 红娘也打电话征询了孔熟的意见 告诉他啊 有一个阿姨看过他的节目 很想认识认识他 按照孔熟的意思啊 红娘带着好阿姨 再次来到了孔熟家 孔庆君68岁 离异公租房 退休金3900元 哎呀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真想了 来 我先介绍一下的 这是孔庆君 之前这个都值得了 他看过你节目 然后这个叫郝景兰 对不对 握个手啊 你俩挺感冻的 你俩挺感冻的 这房子就没有我家大 这个都挺好的 这个都真挺好的 看了房子 看了北人之后 也挺好的 主要其他有别的方便 关键都不能跟我合在了 吃饱了花 吃饱了花 你拿了蛋糕一块 跟自己亲手 亲手喜欢吃这些东西 小龙叔 人家有不往下打的花 你也拿薄米花 有啥的你也不吃 我不喜欢吃那些东西 我真挺格色的 说心里话我挺格色的 别人家的旧东西给我 我决定就不要了 那也不得跟叔叔进去吗 你这样就有很多人 那是两回事了 因为我不吃这东西 谁强怀我 我只得是不能用 我也不能吃 也不知道 好阿姨见到孔熟之后 是觉得失望了 还是本身性格就过于实在 见面后的两个人啊 多多少少 有点尴尬 好